第四集 在亚特伦提斯酒店玩到晚上 现在有清光 今天是第五 一起床就拍摄沿临景 因为今天要离开这间酒店 今天是最后一天杜拜 12点之前就要查看 所以今早起床就冲去享受早餐 然后就冲去水上乐园 上一条影片我提过 有两间自助餐的餐厅是团包的 任由我们选择吃哪一间 一间偏北非中东多些风味 另一间偏亚洲风味 两间昨天都已经试过 今早在亚特伦提斯的餐 我们也选择了这一间Safron 是偏亚洲风味的 由于今天是最后一天 留在亚特伦提斯这间酒店 所以又要慢慢吃和狂拍照了 很大型和用澎湃来形容的自助餐 昨天已经说了 今天想看一些环境和气氛 酒店大 房客多 但是餐厅的整个配套是很足够 餐厅的地方又大 座位亦都多 食物亦都多 是不会有缺食物 亦都不会觉得人客很擠迫 只是放面包这个位置 都已经很有气势 我这样形容它 整个包山 但是不用抢 食物是refill得很快的 令到客人吃得很舒服 很游行 慢慢享受 所以有些旅行社 就扮认一些 只是进来吃餐饭 带团友进来吃了餐饭 之后 就看了晚上的水族馆 就离开了 其实是很可惜的 好像我们进来住一晚 只是走都没走完 很赶又走了 其实住一晚就太过不尽兴 整个下午三点才试试 第二天中午又试试 除了晚餐 早餐 拍照 水族馆 还有园区 水上乐园 都只不过是飘过二耳 所以我在2018年去巴哈马的时候 我都是住阿特伦提斯 我就住了三晚 说回这里 如果想玩水上乐园 就直冲去水上乐园 就不要拍照 就看自己的选择 走到这里 是知名度甚高的一条高速滑水梯 有九层楼这么高 而且是非常奇 只要一秒钟 就由顶直插到底 穿过透明胶管 而胶管旁边就满布沙原 这个我们很想玩 但只可以看别人玩 在2018年去巴哈马的阿特伦提斯 的时候就玩了 其实没有时间给你去看 或者感觉一下鲨鱼 已经冲了你出去 另一个水池 然后走或者游回上岸 这是我60岁那年的游记 当时就没有想着拍YouTube 所以相片和影片 就不够丰富 趁现在疫情出不了去玩 而且我也想拍这些影片 就很久了 我说拍片 即是做回片的意思 做回来留念 看开我的朋友 就先看着 等疫情过了之后 大家又可以出动去外国旅行 到时我再拍漂亮点 丰富一点 走到这里 游到这里 又看到直升机 又有贵客到这间酒店了 我们就要准备离开了 在大堂checkout之际 就等齐人出发去机场 在去机场的路上 就拍下市内风光 市内绿化 和平时拍下一些 比较特别的建筑物 最后在影片中 一路播之际 就说一下上几条片 都很想说的 但是都没有时间说的 趁现在看风光的时候 一路说一下 香港人去杜拜 是不用签证的 气候方面 6至9月 大概45度以上 是极之炎热 最好的季节 就是10月至4月 比较温暖清爽 13至28度 就是去杜拜最好的季节 也是购物的好时机 穿衣方面 夏天衣 加件薄外套 防晒衣 墨镜 电压方面 用220V 插了就英式标准 用方形三角键 和香港一样 换钱方面 在香港先换美金 去到杜拜 先换小量的Durham 好了 杜拜是无所不能 有钱就可以创造一个一个奇迹 沙漠就变成绿洲 海中我见人公岛 那我们暂时就看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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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ing 可